Diamond 他唱文 他這次演繹的地獄碑歌 是張惠妹的《聽海》 一向擅長演繹法歌的張文 這次地獄碑歌 專程選了一首慢歌來迎戰 不知道他唱慢歌會如何 夜夜陪著你的愛 心情又如何 灰絲是不小說 藍色是猶豫 而漂泊的你 狂浪的心停在哪裡 寫信告訴我今夜 你想要夢什麼 夢裡外的我是否 都讓你無從選擇 我愁著一顆心 整夜都閉不了眼睛 為何你明明懂了情 卻又不淘氣 聽 還哭的聲音 嘆氣著誰又悲傷了心 卻還不驚喜 一定不是我 至少我很冷靜 可是淚水 秋年淚水 也都不相信 噢 聽 愛哭的聲音 噢 這片海未免也太過期 被祈禱 被祈禱揭秘 寫封信給我 就到最後約定 說你在離開我的時候 是怎樣的心情 我們評判老師沒說話之前 我自己想說一點 我們參賽者很多人選的是國語歌 但我們很多人是香港人 其實選國語歌 很多人會覺得國語歌好像容易唱 但其實國語歌有些爭辯 你以為很容易,但其實未必那麼容易 我做了一顆心 不是一顆心 如果你這樣唱在台灣 是不行的 當然因為可能我們在香港 所以可以 但我們的評判當中也有很多很異靈 會否也聽到一樣 我其實很期待聽Guchman 唱晚歌 今天聽到了 頭半首的時候 在節奏上也挺好的 但到了喊的時候 到了音樂時,你真的喊了 是沒有感情的 歌詞其實是說得很明顯的 聽…聽海的聲音 聽…聽海的聲音 是兩樣東西 你要唱那個歌 你要明白歌詞說什麼 怎樣去表達它 我們個個… 整班都期待你唱晚歌 頭頭那段很好的 到喊的時候 你那種光滬味道 燈台又出來 又來了 分數證明了 古唱文唱晚歌的功架 仍然有待改進 既然合格過關 之後要好好努力 到喊了 到喊了